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胡老师给个建议 我个人认为还是SUV的同位性更好一些 我也经常出驾游 在有些地方真的SUV比轿车要方便的多 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到你 胡老师您好 很喜欢看你的视频 想请问一下探戒者和欧兰德拿款好 或者有其他推荐 要求省心耐用 后期养护成本低 谢谢 探戒者是雪范兰德车 这车有1.5T有2.0T的 性价比很高 它的对应车型应该是别克的昂克V 但是它比昂克V可便宜也不少 欧兰德是日系车 它的日系定位类似于雪范兰德摊戒者 它比比较强势的CRV RV4和其军要低 认知都要低一个档 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经常跑长途 涡轮增加的摊戒者好 如果你就摸地头 我个人认为啊 就在城市里代步 自习的欧兰德2.0 2.4都行 它更占一个事 希望我能回答能帮忙 胡老师你好 坐标湖北襄阳 人生第一辆车新手 想买个5万左右的合资车 英朗 朗逸 那个好些 能买到哪一年左右的车 主要家用代步上下班 省油省心的 您还有什么好的推荐 首先说呢 英朗5万 应该是能买到1213的吧 别克车价格比较虚 1314都有可能 一定要买四缸自习的 早期是1.6的 应该13年左右就能买到 但是你要说朗逸 我估计1.6自习的 恐怕得七八岁了 1213的 湖北应该是 法系车的老家 雪铁龙 C4 像这个 爱丽舍 你们这个地区应该很多 法系车保值率不高 你在那个地方 5万块钱 应该能买到个年限 最正好 应该是1415的 我建议你考虑一下法系车吧 虽然新车不推荐 但二手车认知度偏低 相价比超高 希望老师回答能帮忙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 跟汽车相关的问题 想问老胡 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 胡侃汽车 点击并留下您的问题 老胡会在下一期节目中 为大家做一语解答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吧 请大家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